农历蜡月23是中国北方的小年 室外气温最低降到了零下十四十度 辽宁省瓦方殿监狱门口 一群人冒着严寒等待 心里却被即将重逢的喜悦温暖 这个男人是属于甄育外的这堂香剧 又因何而起待 离间探亲是指准与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 暂时离开监狱探望亲属 是监狱对罪犯的一种预证奖励 2024年春节将至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规范常态化 开展罪犯离间探亲工作的通知 瓦方殿监狱迅速贯彻通知要求 对罪犯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毕竟他不是向罪犯释放 罪犯释放咱们必须得确保万无一失 所以从分间去监狱提请 包括离间探亲工作领导小组 最终的审核 每一个程序咱都没拉 都没拉 并且包括给这犯人搞的危险性评估 包括回去之后有没有社会营养性评估 这咱们都做了 离间探亲我们觉得在罪犯改召教育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但这种手段的运用 它是需要条件 首先的安全 得保障罪犯的安全 罪犯如果离间逃跑或者出现其他的意外 那默不如不做这件事情 对社会又是另一种伤害 今天会议的主题就是审核筛查结果 确定离间探亲名单 请预证管理科对罪犯车困离间探亲 作出综合审核意见 经预证管理科警察实地调审 并对所有材料进行评估 六间区罪犯车困符合离间探亲条件 可以按规定开展离间探亲 经过层层审查 六间区的车困 从整个辽宁省瓦房店监狱 22名符合条件的罪犯中表现突出 进入到最后的审核程序 请全体与会人员 对六间区罪犯车困 春节前离间探亲 进行举手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 全体同意 你像六间区 整个40名干警 这里边有一个不同意 他从监区那边就提醒 不到监狱这边来 监狱这边 离间探亲工作小组 将近20人 这里边有一个不同意 这个离间探亲 像车困的离间探亲 他也实施不了 下面我宣布 经监狱罪犯 离间探亲工作领导小组 集体研究审核 同意六间区罪犯车困 于2024年2月2日 直2024年2月4日 离间探亲 本片开头 走出监狱 与家人拥抱 开启离间探亲的人 正是车困 车困39岁 2012年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5年 押入瓦房店监狱服刑 因改造表现良好 四四减刑 目前离刑满释放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回想离间探亲这次经历 车困仍难眼激动 监狱正好有这么好的政策 我一看那些条件 我也符合 我在监狱表现 也是很不错 也没有伪计 然后就报名 令车困始料未及的是 自己的申请最终 被监狱审核通过 对此他欣喜若狂 当时他非常感动 真的就是眼泪有点海眼圈 非常感动 感谢监狱 有这个举措 有这个举措 监狱选中了他 我当时就问了下 我说你监狱这些犯人 怎么样 监狱的犯人当时都非常羡慕 明天上午就可以离夜城 你回家了 明天 同一同志你大概几点走 明天七八点钟 完了等领导安排 同志 大伙都觉得 这些气味太单独了 中国人就说 过年 找个家人 这次他小娘 小娘也是年的 挺好的 回家真的好好陪父母吧 自从接到喜讯后 这些天车坤就一直忙活着 十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他要亲手为父亲缝制一条裤子 作为重逢之礼 与此同时 车坤的家人 也在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各种准备 老公我回来了 你看漂亮吧 漂亮 我觉得这比 比他做牛鲜包酒的 老公辛苦了 明天刚好他做小年 老家车坤不也吃牛肉吗 我买的牛肉 逮点乌花肉 猪肉 往这再逮一颗原葱里 明天正好过小年 弄有点酒的 他就愿意吃我包的酒 你都买了药了 所以我买 放在外面 明天不过再去买点 明天去买 车坤能回家谈亲 让母亲欢喜不已 因为十多年来 一家人都未能团聚 在这急切的期盼中 他仿佛觉得时间 都静止了 像往常一样 随着一声起床哨 车坤和同贩们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在这个地方 每个罪犯的床铺 都要整理得整整齐齐 像豆腐块一样 坐卧行走 都要求按照行为规范去执行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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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七点 车坤开始办理 离间探亲前的各项手续 他先要检查身体 目的是要确认 罪犯离间时的健康状况 接着是换衣服 脱下球服 穿上家里提前送来的 一整套新装 然后还要由民警 给他佩戴上特殊的手环 这个不能自行拆下的手环 能起到实时定位的作用 随后 他还要领取一份离间探亲证明 听过这一套程序之后 车坤终于走到了监狱大门前 我就看到他的母亲 看到儿子那一刹那儿 儿子哭了 母亲也哭了 包括咱们的干警 包括咱们可能旁边的一些 国家家属看到之后 我觉得这种社会效果都非常好 脖子变了 脖子变了吧 上车上车 上车 那两个上车吧 上车 上这个车 孩子我哥 一点面别 哎呀 女儿妈跟你那梦子不带上 不冷不冷的 灌天子头 这些年也挺好 行 在里面 不管 领导也好 那介余找好的给你表扬 你这么做就得了 那预章说什么 你这个妈妈父母说的话 叫孩子们表现 怎么好好做人 有的妈妈爸爸 别理着啊 干活别理着 啊说没有尿 啊说不尿事 这么说 刚刚说的 你想怎么胖呗 不是 我哥有点伤心啊 哥 你就是突然间给我连一局没阴队 连个点伤心啊 哈哈哈哈 没阴队 连 人家还跟我这一块连搜呗 搜 我的搜 现在 我妈妈给你拿着毛子怎么不带 为什么不带 不冷不冷啊 那个毛子带着不就好了吗 我也有那个毛子 你什么 你干净 你还拉倒 你给我带上 你看 你 给眼睛带上 一 二 三 好吗 我试一下 我看 还是你带毛好看 人家是 我跟带毛 带毛不好看啊 我我我我 你能力有点大 我选 我选 太近了 母亲难掩激动 第一时间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今天师兄 你叫团圆 你叫人 还有半年 彻底就是 今天师兄 你叫团圆 放了 释放了 你怎么样现在啊 挺好的啊 哎呦 放心 我那哥们我也挺好 好 再半年之后 我就正式回家了 今天正好赶上去个机会 来了 回家 谈亲 刘灵生 刘灵生 救我一个人 车坤 坐在车子里 看着熟悉的街景 渐渐靠近 一种深深的感慨 涌上心头 车子即将驶入 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区 那个曾经让他欢笑 流泪的地方 他的思绪不禁 回到了十二年前 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时刻 年少轻狂 酒后闯下迷田大祸 也是年轻吧 那种 好壮壮壮 入狱十二年 鬼恨难当 我从 处世背舞到现在 我就是说 没有一天不后悔 重生路上 最温暖的力量 立件叹亲 重新开始 正在播出 2012年3月17日 车坤跟一群朋友 在一家烧烤店聚餐 当天大家都喝得挺高兴 晚上十点多钟 九租饭饱的车坤 和朋友们走出餐馆 朝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 这个时候 旁边一辆汽车正在倒车 就是堆放上倒车 堆放上倒车 完了好像是我 我们的车 挡他的路了 其实也不能算挡 好像就是差不一点 他就能过去 然后他就 也不 说话也不是说 太文明 我就上去问问 我说你骂谁 他就说骂你 就这样 当时他也喝酒了 我说话口气也冲 他也冲 那年车坤27岁 也许是因为年轻起盛 也许是因为借着酒劲 车坤和对方的冲突 愈演愈烈 最终他跳起来挥拳 朝对方中年男子的脑袋 砸了下去 鲜血直流 大家这才发现 车坤手里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一把刀 根深我两人都不认不死的 也没有愁没有怨的什么的 也没想要能跟你打起来 动手抄抄去 就是全都赶上去 赶上去完了 当时也小啊 年轻气生 动力又动 就自然而然就套回来 就拿回来 拿回来就用上 他就是很正常 一个碎果斗 他踹了锁 他游会得像窜坤的 丢到地上 我说您踹那么多干什么 我很正常 我说您踹那么多干什么 我没有事 我踹也不然 我下 就问我 我也没当回事 就是这把父子俩 都没当一回事的刀 这次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看到对方受伤倒地 车坤这才意识到 自己闯下了大祸 赶紧把伤者送到医院 然后慌忙离开了 那一夜 车坤翻来覆去睡不着 内心充满了恐惧 第二天一扫 车坤决定 向父亲坦白一切 对我交起来 关我 可能咱俩就是最后一段 我当时 就这么事 反正 我说怎么事 他就告我这么 他说现在 我也不是这个人 现在走我面子 死了面子 这个 我当时我就 空击一片空白 怎么能闯那么大 车坤在父亲的劝书下 投案自首 此时他得知受害人 因为伤势太重 不幸去世 因为车坤的父母 积极赔偿 并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2012年11月15日 车坤因故意杀人罪 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自从车坤入狱以来 母亲的精神状态 每况愈下 时常独自流泪 为儿子的罪行感到痛心 自从咱家这个车坤出狱以后 他这个脑子就受刺激了 所以不好叫 他说话说挺好 一阵就走了 走就骗了 车坤的父亲一方面 深深的自责 觉得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另一方面也怪妻子 对孩子过于溺爱 导致儿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最终身陷淋雨 他太任性 这个 这个这个 灌这个车坤 哎呀 这个灌还要怕 说心的话 我都真有点受不了 他灌 入狱后的车坤 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曾经的他 在家人和朋友们面前 意气风发 备受瞩目 如今却成为了囚犯 身份地位的巨大转变 让他难以适应 曾经的梦想和未来规划 在狱中变得遥遥无期 取而代之的 是无尽的悔恨与痛苦 监狱民警日常观察发现 车坤在监狱里的行为 跟其他犯人不太一样 在日常这个 同犯相处中 也存在什么样的 他又不高兴了 谁也不行 这事必须他才能高兴 这屋里要说葬了 他又不高兴了 那必须马上做熟人 就是别人生意大了 就算生意了 他接受不了 你就不许出事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很狂躁那事 不能接受别人的任何行为 监狱民警为了教育改造好 车坤 从他的兴趣爱好出发 通过多种教育改造的形式 逐步打开了他的心结 现在很多干点也是独生子女 所以说年龄相仿 有些观念什么 可能说的才能听 感同甚至物 也是通过这些方面 去促进这个 车坤一个改造 希望他能早日解刑 早日回家 车坤犯罪入狱 父母并未放弃他 他们坚信 只要给予关爱与支持 他们的孩子 就能找到光明 于是他们每月 都来探望车坤 陪伴他度过这段 艰难的日子 我母亲其实她只是女人 她也控制不住 就是 姐姐我 可以说 连续两年吧 她每次来都哭 每次来 反正我说你别哭了 我说你哭 我也回不去 也出不去假 把眼睛哭假了 我也 也出不去 我只能隔着离 好好改造 正续早日回家 在父母的鼓励和关爱下 车坤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 认真对待改造 他积极参加监狱的教育活动 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其实每次我父母来 接见我 我都 就有的刚来 刚开始那几年 我不敢直视他们 我就感觉 我的父母 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完了 我母亲说的句话 我也特别内疚 就是说 就起码现在 她一个月能接见我一回 还能看见我 就是有时候我在家里 她想看见我 有时候都 都看不见我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我 特别 特别难受 车坤并不知道 他的认罪 毁罪 积极改造 不仅给自己争取到了这次 离间探亲的机会 也挽救了自己的家庭 给了父母生活下去的希望 每次就爸爸妈妈 那俩好好的 等我出去 等我回去 等我 我扭头 从外面走 从来不回头看她 我实时心情不好 哎呀 眼里还 看她那个样 我就大笑了 跟她妈俩 本来我 不想过来 我也不想去逃避这些 本身犯了错误了 你得面对 你得承担 毕竟我父母 在外边这么多年 所有的心酸委屈 他们都能扛下来 我还有什么 不敢面对的 天老鼠掌心 我又开花 大山藏了好多棒 藏进了满多白坑 十多年后 车坤变成了中年人 行为变得更加沉稳 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当时就太后悔了 就是说 从楚四杯舞到现在 我就是说 没有一天不后悔 毕竟这么多 伤害到两个家庭 也是一家三口 家里也挺好的 特别融洽的 我也特别愧疚 特别对不起 对不起对方 但是 我真的也不是说 就是从心里去故意伤害他 也是因为年轻 年轻气盛 狂妄自大 导致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说在这里 我也跟他们说上对不起 由于车坤改造表现良好 先后四次获得减刑 被评定为宽管级处域 教育改造科 对车坤心理测评的结果 也显示 他的表现为低风险 相对稳定 这次瓦房店监狱常态化开展罪犯 离间探亲工作 他就填写了申请表 没有想到幸运地成为了辽宁省监狱系统 重启离间探亲后 回家的第一人 哎呀 你不挂点这 哎呀不算呀 二宝啊 大宝 你知道这叫救 谁给你啊 哎 哎呀 啊就大宝了 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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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哭 结婚 不要哭别哭 我这没看谁 你怎么看 啊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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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望着十几年没见的爷爷的背影 车坤却停下了脚步 还没想好怎么去 去面对他 毕竟小时候就在爷家 家里对我期望也特别高 小时候学习也不错 各方面都不错 没想到能走走这条道 我也没脸也 也没想好怎么去 去面对他 李嘉 我这个眼睛不需要 我牛鸟眼 你是牛鸟 嗯 你这不就 你明日我了 就是不意识 什么了 你明日我了 你明日我了 我牛鸟 不可能 你这时候都不想 不想小孩 你了 你们就变一样了 你那又怎么用 了 你这样是怎么 rose 一百多岁 牛娘 你是哪儿嫁 我知道 就是他自己 你是不来嫁儿子 你说你是牛娘 我也不敢 我爷小时候特别宠我 我记得我十岁八岁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在我爷家住 我在床上趴着他我洗脸 洗完脸我起来吃饭 吃饭送我上去 晚上放学去寄我 就特别惯我宠物 车坤的爷爷已经一百岁了 辽宁省瓦房店监狱的民警 特意帮助车坤给爷爷订了一个蛋糕 让车坤给爷爷过一个百岁生日 爷爷 今年一百岁了 大子 我有这个机会 正会有这个好政策 回来给你补锅一百岁生日 有什么机会 回来给你过个生日 过个生日 书比那辞 老爸生日快乐 身体永远健康 脆着 你取个烟 取不取味 不取好你就脆 脆着 一 二 三 好嘞 好嘞 拿上三个 这么多年来 能够跟儿子一起过节 一直是一家人的期盼 在车坤与家人相聚的同时 监狱内也为罪犯们 准备好了过年的饺子 大家在一起 共同感受过年的气氛 从监狱这边 我们想打招哪了 就是有个节日氛围 这也是中国 尤其春节了 这不传统节日吗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所以我们应该打招中 有那种春节的氛围 让犯人在这边改造 也有点像家 有些家的感觉 虽然过年的气氛 已经渐渐浓郁 但是民警们还是坚守岗位 丝毫不敢懈怠 这样离间贪心 我们最担心的是 除去造成社会影响 或者犯人跑了 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毕竟就在六年前的2018年 辽宁监狱系统曾经发生了一次 震惊全国的罪犯脱逃事件 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0月4日 辽宁省陵园第三监狱的两名罪犯 越狱逃脱 两天后被抓落网 近日 辽宁省公安厅向社会大众通报了 对这两名越狱罪犯的整个抓捕过程 10月4号 罪犯王磊张桂林 在辽宁陵园第三监狱逃脱 王磊曾因绑架罪被判处死缓 张桂林曾因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 10月6号 逃亡的王磊张桂林两人行踪 在河北省平泉市抬头山镇 烧锅丈子村被发现 布控民警随即将两人抓获归案 虽然在各方权力配合下 越狱的两名逃犯很快被抓获 但是却有两名辅警在追捕的过程中 因为车祸牺牲了 辽宁监狱以史为鉴痛定思痛 以刮骨疗毒去腹生机的勇气苦练内功 全面推进监狱规范化管理 所以这几年真是从基础工作开始抓起 一点一滴的 从罪犯的一日 从起床到洗漱 到出工到收工到救起 整个规范了69个动作来规范的 这也是对我们监狱警察的一个挑战 辽宁监狱经过几年的规范化管理 有利打击惩处罪犯抗拒改造和违规违据行为 强化了罪犯的身份意识 规矩意识和纪律意识 有效解决了部分民警不敢管 不愿管 不会管 部分罪犯不服管等突出问题 辽宁监狱监管秩序的整体面貌 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们现在通过这几年的规范管理 现在已经初见成效 在规范罪犯这个行为的同时 我们监狱警察 现在也在一点点地进行规范 我们不仅仅是对罪犯的规范 同时也是对我们警察 也是一个规范 也是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信心 把规范化管理一抓到底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建成效了 也正是这样的规范化管理 让监狱有底气 不断拓宽教育改造渠道 罪犯离间探亲 也就成为了可能 当然 这一模式 科学的防范措施 也是不可少的 对于离间探亲的罪犯 监狱规定 他们必须每天不定时地与民警进行视频连线 以确保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回家的第二天 高度亢奋的车坤 这才想起来 他还给爸爸带来了一件 亲手制作的礼物 肥四肢就行 正好啊 肥四肢就好 正好 肥四肢就行 行 在一种多年 学手艺的做库 给父亲算 感觉他们也感觉挺踏实 感觉我确实是 就感到 真的是不像以前那样 感到详细给父母去做些什么 在家去以前我跟树 在家我特别混蛋 就是根本也不想要父母 想给父母去买点什么 就自己树不去 这回为什么还知道 给父母啊 给我爸做了护子 车坤跟家人团聚一堂的同时 辽宁瓦方殿监狱的罪犯们 也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监狱里挂起了彩灯 犯人们忙着布置过年用的装饰 三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车坤在父母亲友的陪伴下 按时回到了辽宁省 法方殿监狱 2024年2月6日上午 车坤正在和同监社的犯人们 一起观看辽宁省女子监狱 罪犯教育改造成果展演 这是一场由监狱民警和罪犯 一同参演的节目 正在通过全省监狱 罪犯改造一体化平台 利用电话教育终端 向全省监狱现场直播 通过这次回家感受亲情 我更加明白了亲人们 所付出的操作和艰辛 同家体会到了 他们生活中的心伤和无异 通过车坤这件事 我应该更应该地 我去努力改造 积极改造 争取 得到这么一个 离间太迪的机会 也能早日地与家人团聚